夏威夷回来的第一餐,而且全是外卖 这是天府春秋的夫妻废片 我最喜欢的手丝笋丝炒肚丝 还有因为懒得做蔬菜了 所以就点了一个蔬菜 是虾仁炒芹菜 然后这是中午打包的 那这餐就不是夏威夷回来的第一餐 是第二餐 在家吃的第一餐 这是中午打包的酱黄瓜 捞汁鸡蒸 这是我的秘质酱料 因为要配斑点虾 9月了我们还在吃斑点虾 今天刚买的 个头好像没有特别大了 但是现在能吃到斑点虾还是很开心的 望远一川的阿花 不能给他吃 阿花也是听了一周的英文了 终于又听到了中文 我扒一下 中餐太香了 这次去夏威夷 我感觉我已经把日料吃的 就是pocket吃的有段时间不想吃 虽然我还是依旧很喜欢吃生鱼片 但是我需要休息一下 有点吃怕了 我感觉我在岛上都已经有点吃的消化不良了 是啊 我吃一个这个虾 这虾有黄 它的黄也太优秀了吧 对啊 在9月还吃到这种虾 我也是蛮意外的 好幸福 真的好幸福 满满的一口 真的是满满的一口 裹上酱汁 满足 瞬间觉得从夏威夷回来也挺好的 为什么我吃着虾 这电视里还放着黄地蟹 我觉得我吃的已经很丰盛了 这电视里的更丰盛 优秀的Derek把所有的虾都给包好了 然后围着这一盘菜 放了一整圈 这有我们今天买了2.5磅的虾 哇塞 这盘菜瞬间升华了 这拼盘还挺好看 终于阿花混到了一口 给了他两个小的 每次回来西雅图 我都会去一趟 Whole Foods和Trader Joe 不过今天没有车 所以我没有买太多 买了一个能够去除衣服上污渍的东西 因为之前那个用完了 所以买了一个Whole Foods 它自己品牌的去污渍的 这是之前买过一个能助眠的软糖 稍微有点作用 正好最近又出去玩了 回来又要倒时差 所以就买一个继续吃一下 买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买过的酸奶 因为买了无花果 所以想搭配着酸奶吃 在Trader Joe买的都是些水果 因为刚回来家里什么水果都没有 所以今天去买了三种水果 一个是红毛单 一个无花果 还买了盘桃 一周没去Trader Joe Trader就上新了好多秋季限定的东西 比如这一个苹果的辣子 真的好香好香 就是苹果的味道 而且是那种甜甜的又很脆的苹果的味道 我觉得喜欢吃苹果的人一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它和真的苹果味道太接近了 还在Trader Joe买了一个小的mini size的巧克力套装 这个巧克力也太可爱了 它特别小一个 但每一个都长得特别的可爱 小小的 主要是它非常的逼真 是不同的南瓜 总之都是一些秋天限定的植物 太可爱了 本来还想说收藏 结果Derek一回家 就给它打开来要尝一个了 看的太好吃了 每一个都好精致 都舍不得吃 还挺逼真的 还有玉米 对啊 哎 你不能吃 你吃的就没了 那我吃个玉米 它好想吃啊 你看它 它里面是什么 它里面还有夹心 里面也是巧克力 OK 阿华渴望的小眼神 太想吃 可是你不能吃啊 但这个太甜了一点 吃了你就没了 你没了 你要去吃 我先去看看 我先来给你的 那你把你做的 这个要求完 我保持第二种 我先给他 我轻轻一下 你不能吃 我自己能吃 多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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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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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